不管是意大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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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都有推出新的品味 可是我想吃炸雞,它这里里面有炸雞啊,因为你吃另外三点 没有三点,要加钱不好吧 炸雞啊,那你可以去别家吃啊,所以我要做菲萨的 哦,OK 台湾Pizza Hut的服务生都像苏佑鹏一样恰伯伯的吗 那可不,这是苏佑鹏林心如inPizza Hut新店开幕与主持人张若军演出的爆笑版服务生片 不过苏佑鹏可是最正确凿的指出张若军是故意来找茬的 服务员有话要说真的 觉得还真好吃 服务员,做服务员 服务员不能做真 好,服务员 你公司,menu商费没有炸雞啊 炸雞啊,只要熬炸雞啊 什么东西吧 你知道这里是卖披萨的吗 我知道,好 在大陆拍环君哥哥使两人吸引不离的绯闻盛销城上 今日在此搭档合作,两人很有默契的表示 对刘烟已经具备免疫力 这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摄影机拿开我们两个就 要收闪 我们做给大家看 反正绯闻就是绯闻嘛,对不对 对啊,不会啦 而练就这份百毒不清的功力 也使他们能够安心自在的在公共场所用餐 并来降档嘛,要签名就签名啊 要人没有,要签客没有 对啊,我觉得还好 其实出来外面吃饭 我觉得现在台北的一些年轻人什么的啊 大家其实也都蛮大方的 甚至你搞不好还会遇到那种就是觉得 嗯,什么了不起吗 哎呀,你没有那么好看嘛 穿得也这样很糟糕这样子 哎,吃我们的吃我们的 人家还懒得理你了,少制作多情了 虽然PizzaHot号称给予六位数字的酬劳 苏有彭雀反驳是七位数字 其实有七位数字啦 他是为了要逃税你知道吗 比你们想象都多很多的 而这笔丰厚的外块 两人决定拿来发红包 林心如更对自己具备发红包资格感动的想哭 不会啊,其实我觉得包红包是一个心意啦 到底不会觉得特别怎么样 只是,但如果能够抓一点外块来补这个红包钱 真的是更好咯 我包红包给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 我很开心啊,我因为我好高兴 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可以赚钱 不是说他们包红包给我,我包红包给他们 我感动,我很想哭 娱乐新闻雕尾豪竹建红财棒报道 苏有彭和林心如昨天同时应邀为国内一家披萨联锁餐厅 进行开幕剪彩活动 苏有彭与林心如此二人健康开朗,清新婆婆的形象 不但深受青年学子所亲爱,就连家长也很欣赏 而这样的优质印象,正好符合了厂商 渡求何家欢乐 提倡亲友相聚 就到披萨店的新概念 爱吃披萨的他们,除了受邀为披萨店代言 还亲自换上店内的制服 实际体验起服务人员辛苦工作的一面 穿为兜兜呢,是因为 对,这个领带是他们这边所有的 不管WH或WH要带的 那我们等一下呢,要替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一些 一些朋友们呢 对,贵宾,我们要替他们服务 那我们刚刚还特别去硬K了一下那个menu 把所有的新的菜色都背起来 来,林心如会大家示范 嗯,龙虾美味酥皮汤 加钱配出来 五百岩又找 因为新的,在我们的时候拍 快出哥哥的时候 这一词太溜,他每次那一段词都是那种一整面的 然后可以一字不漏,好厉害 我就非常不平衡,今天总算得到机会可以修理他 两位外情针对个性相同的金童玉女 因为拍戏而结缘 也因为拍戏而传出绯闻 这次再度的新手参加剪彩活动 面对绯闻在一桩 早已练就了一身免疫的功力 啊,绯闻缠身 女主角不是他 没有啦 他说了,他说了 女主角不是我 不管我的事啊,你们不要打我 他的男主角也不是我啊 没有啦 我们是好朋友,好兄妹 什么好兄妹 今天,来,扎一下他的脚啊 故意穿了那种很高三寸的高跟鞋这样子 要把哥哥比下去啊,全心不良 平常明明只有这样子的啊 今天为什么变这样,说 哥哥你自己平常跟你讲 我刚跟你扎下的时候,我能不能蹲一点 来,现在 就是吧,诶 这样比较搭吧 嗯,不要扎下半身,扎下面就好了 昨天的开幕仪式,除了有担任嘉宾的林心如和苏友空 搅拌服务人员 现场担任主持人的张若君 还临时客串与苏友空 来了这么一段二客临门的错误示范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服务员有话要说 服务员有话要说 好,你进来服务员,你来 服务员有话要说 可是我觉得哦,其实还是很好吃 服务员就服务员 服务员不能做对 好,服务员 不过是,美酒上面没有炸鸡啊 我们的奥铁只要熬炸鸡啊 什么东西啊 啊 披萨的种类繁多 在厂商的研制下不但的推陈出新 在披萨店用餐欢乐愉快 不过在你满足口腹之欲的时候 可别忘了要吃的适量的健康概念 在里完全娱乐的